對 尤其是像在獵狐這種拐角多的複雜地圖 特別好射陷阱 哇 獵狐行動比賽正式開始第二張地圖 Datnet對上TBA 一開始TBA就直接跑到了這個塔車 之前跑得非常漂亮的直接宰殺了三個日本隊的隊員 對 一開始採取個雙線前壓 那我覺得日本隊比較可惜的是 因為CV剛好在二艙這邊 不然剛把小傑抓掉又看到二艙前壓的時候 其實是應該一波直接上1點的 是的 現在TBA的隊員走下酒窖 不過他們日本隊應該是會對酒窖有所提防 對 而且現在剩兩隻其實會比較少去選擇打酒窖 哇 這邊小溪摸得很快啊 小溪已經發現了最後一個隊員的位置 男號的Elton竟然直接出來想要跟他對打 這邊Elton跳出來感覺不太明智 畢竟他這個軍拿手槍贏的機率不高啊 喔 小溪的身法真的相當靈活 你可以看到他明明是可能會被對方Headshot的地方 但是他打了一槍之後馬上就轉進這個牆角了 對 但這邊其實蠻陡的 尤其剛剛TBA是一直給我們的DarkYop一個一打一的機會 是的 DarkYop現在背著C4 其實他的玩法有相當多種 對 而且他選擇最智慧的那種 他是欺騙對方說我還在二彈點 因為正常來講說我進二彈點之後 TBA知道自己有人數優勢他應該不敢隨便下包 他就是用這個猶豫的時間點 DarkYop慢慢繞到一彈點 是 0比0 現在最後第一局的殘局 由DarkYop要對上兩個滿血的TBA隊員 我們來看一下TBA的隊員是怎麼防守的呢 小溪七七的側腦 這個並沒有打掉 這太可惜了 所以AK四季有時候他的彈道真的是非常有個性會亂飄 而且小溪七七那時候因為他的人是在樓梯上面上上下下的 毫無招架實力 哇 Gelton這槍之快啊 對 最後還是拿下我們DarkYop 殘局並沒有讓日本隊給收走 對 小溪七七剛剛掛在樓梯上面 應該是因為像我們這AL那個TOP PLAY一樣 對自己在樓梯上面開槍非常有把握 對 他連在樓梯上面背開槍也非常有把握 對 今天連被開槍都可以活著下來 活在樓梯上的男人小溪 哇 聽起來這個抽號其實蠻有深度的 是的 好 一開始小潔又直接前往四盒要面對的是具體手嗎 我面對的是我們一號的Shanghai選手喔 好 Shanghai跟Shanghai分別見空 現在看起來今天三個隊員也要遠落了 這時候蠻奇怪我們有人數就是像 我們四號的M2還是拿C4歸在家裡 應該這時候人數都沒有就是快打一波 趁對方防守還不能站到有力位置的時候 是Rapid再度前推 因為人數上面有劣勢 所以他乾脆打怪一招 打怪一招直接推了 哇 但直接被爆頭了 好的 那這一局就交給了我們的日本隊一分 喔 這邊日本隊我覺得這局稍微有點謹慎過頭 就像這種大前推的時候呢 防守方人掉太快的時候 他是來不及再推回去站到好位置 所以如果快點打一波 可以打我們防守方人就措手不及了 對 但是他們選擇了比較安全的打法 就是殺了你的人之後 還是一樣先守著各處 然後最後再一波緊攻 喔 日本隊突然一個節奏轉變 打了一波很快就叫TPS完全沒有察覺 尤其在2艘前壓的狀態這樣 但現在最恐怖的是我們4號的C4還在家裡啊 C4還在家裡 這個就有一點奇怪了 反而是在2號樓梯這裡跟TPS 直接肉波站最後被收掉 因為他們真的沒想到 這個TPS直接從旅館壓出來 反而是讓家裡那隻有點被牽制住了 是沒有錯 好 我們接下來再回到我們的戰場上 喔 這邊兩隊剛剛那個互相做的快節奏 真的是互體來往 而且是剛好牽制到了 2艘裡面Duck OP非常的OP 直接把我們的隊員在空中就給打死了 應該改比較Duck OP對不對 對 去年的笑話了 不好意思 喔 真的 不要以為你現在是電競徐泰宇就可以開玩笑 欸 你不是說在AIC結束前要盡量讓我快樂嗎 是 好 那你就是電競徐泰宇 現在回到比賽 1比2 我們的TPS暫時領先1分 但是在這一局裡面看起來不大樂觀 對 TPS就算這個時候還是會開 我覺得他們今天這場好像一直在嘗試一些招 嘗試會做一些就一個人前推 要用個人能力去打打看 是了 Rapid現在就因為這個狀況被對方給夾殺了 喔 這邊是被看到的手 哇 一槍把我們小傑帶走了 哇 還是爆頭 喔 小傑站在一個很空曠的地方 並沒有料到Shaka現在就在狙擊台 把他從側腦給擊殺了 對 Shaka看到他在找個突出物 跳下來的時候才不會掉血 但其實你是狙擊手 這個血少一點點也是沒有關係的 對 他非常的珍惜生命 這大家要跟他好好的學習啦 Alton現在在窗戶 只剩下他自己一個人要打4個日本隊員 對 剛剛那個側腦日本隊員 應該是有看到他掛在窗戶上面了 要放下C4了 看起來這一局應該是屬於日本隊員的 對 這局如果Alton可以一打4 我等一下要請他吃牛排 是 他可能是做不到了 這個Rex老師應該是請不到這個客 畢竟荷包有點緊 這個精打細算得多 所以你根本沒有想請荷隊 對 沒錯 好 這槍沒有中 但是日本隊也沒有急著出來收他 其實最簡單就是放他過來就贏了 對 你就放了 以前TB非常不適合在做這種收點的感覺 所以我們這一場沒有中過 畢弱者一定要輸掉這一局 哇 這一局 我覺得TBA有時候打 他們感覺想一直嘗試快速的東西 但是他們在打快推的時候 都互相配合都做不好 是 有點有點流於 就一點點抓 那這邊我們隊員就穩穩的把握 我們都沒有 小溪最後還是進局而長 那有沒有跟配合呢 我隊員的位置其實不錯 但是打了半天才收掉主人 哇 這個我們TBA該不會是在地虎 你不要嘗試多做這些 兩箭前推的防守方式呢 哇 小溪這樣的一個跑射 真的是他的招牌動作 這個身法二靈活 槍法掌握又好 小溪有時候就很讓 就是會讓你很討厭的偵察兵 對 很刁鑽 而且他在跑的過程中 又可以將你擊殺 對 這種感覺很像 又像蟑螂 就是怎麼打他就是飛來飛去 什麼 你說小溪是蟑螂 這個 蟑螂區有沒有 最近比較流行蟑螂區 越講越慘了 原本是本體 現在只剩虛 好了 現在大哥又被包夾了 最後還是有小溪拿下他人頭 拿到這一分 這局算是小溪的個人秀 就連最後的補槍速度也是快到 來不及回頭 對 現在的TBA舞手風格 真的太狂野了 我只能這麼說 我覺得這樣很好 就是 像之前他們打HP的時候 就是有種 打不出這些東西就混亂掉了 就需要打這些比較狂野的東西 想辦法把劫頭帶回來 對 比較不怕換人 沒錯 以前吊人的時候壓力會過大 現在還好 SHAKA原距離直接被AK12給爆頭 小潔今天的發揮實在相當的硬 對 真的是各路狂 小潔 又跳到這邊打了 腳趾能不能成功的 感覺是MAMSAI 他對風手度把他沒死 他剛剛好像還刻意的在等一下 對 等對方到一個更接近的位置 再開始打 然後不然可以找到最後 剛剛有個非常精巧的操作 因為我們的日本隊員丟了一個雷 然後再過去被騙你跟他對槍 然後就吃到那個雷了 小潔跟1號的傷害在隔著一台車 兩個人都沒有造成對方的傷害 小潔 剛剛活得有點久了 我還想說你到底怎麼樣你才會死 哇 跳起來 被小潔拿具槍給打死啊 哇 這小潔真的 這生命力真的很頑強 他在用身法的掌握還有落地形上面 這個時間都算得非常漂亮 是的 那Alton現在看起來心情不太好 為什麼呢 為什麼 因為就是剛才發現 小潔拿具是不是比他厲害一點 是不是 4比2換場了 現在的話我們TPA要做進攻 來看一下日本隊的防守 怎麼一開始有點亂 好像不知道自己要怎麼拿去的感覺 對 感覺一開始找到這個 結果TPA抓到這個時間點 趁防守還沒佔定的時候 一波上了一彈點啊 Uncle Chudo在紅防裡面 跟傷害是做一個對的一個配合 哇 這邊紅防比較可惜 只是兩個人沒有防守後面交叉到 不然應該是可以把我們 1號小潔給換掉 好 小潔被殺掉之後只剩下Alton 一個人要打在紅防裡面的傷害 以及在底下的Sharker 這個時候他也只能想辦法先抓一隻 因為他在紅防裡面也有一個人 他如果不抓一隻的話會很難打 哇 他剛剛的身法非常漂亮 不過還是騙不了Sharker 對 其實這個鋸一手呢 高端的鋸一手那反應速度真的很快 你那個同樣閃身做第二次他就可以鋸到你 對 有可能是說看你這樣閃身就知道 你不是真的有誠意想出來 所以就想說還是等你真的要出來的時候再打 沒錯 哇 這邊特別打得很快的嘴角 但是隊員間很奮戰 感覺是一個下水餃的節奏 哇 這一槍舉得漂亮在二陣 直接擊殺了四號的 喔 這個雷 好 不過Alton 環以顏色 將傷害給打掉 剛剛那顆雷一路彈一路彈 我以為差點要彈到臉上 想說這顆雷太驚人了吧 哇 Creepy 本來是瞄得不錯 可是二號的Dark Yopi 非常的OP 也要剩我們Alton一個人非常的無助啊 好 他這次看了剛剛被這個 對方拘調的位置 想找Sharker再來一次啊 哇 這一次他有辦法再來一次嗎 喔 這邊我們日本隊 都要千萬馬上壓出來 二號的Dark Yop 哇 兩個人壓過來 而且都同時的蹲下 這個身法真的很難欺負 對 像我們開槍有時候做一些蹲下啊 左右晃的動作 會讓我們敵方跟對槍的準心不好瞄啊 是的 這局 重新的開始 第四比四 比前面的人都擺盪了 對 喔 這邊又發現TP 一波快速的舉動 那Dark Yopi在這邊 我覺得是可以溫手下來的 換了一個位置 小溪剛剛的身法非常不錯 這邊酒教陷落之後 就看Sharker怎麼處理 但是因為剛沒有上一局這樣有陣子 所以要打出來比較困難 就像現在這樣 Sharker才穩穩架 架入酒教口就可以了 是的 喔 暫時是沒有畫面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小地圖的部分 兩位TP的成員已經到了 二龍 拿著C4 對 這邊比較難打 剛剛二龍沒有配合到 酒教一波出來是非常可惜的 那酒教也是急了啦 如果那時候你要打贏 也是讓等二龍的人 先把點支配合 哇 這邊Sharker又一個細縫 把我們Alton拘掉啊 四比四 看來這第五分是要落在 我們的日本隊手上了 這個在獵狐行動 兩隊真的打得有來有往 現在剩小潔一個人 真的是非常難打 尤其是他在二龍這個位置 我覺得只能退 因為要跳過去的話 這個情報會漏太多 對 他其實現在選擇真的很少 因為在獵狐行動這麼複雜的地圖裡面 你只要走到另外一個地方都不容易 好 腳被狙到了 現在位置也暴露了 幾乎是死路一條 對 我們 日本隊只要穩穩地守住 但是他這個走狙防 這個走狙防的舉動 完全是出乎日本隊意料之外 可以看到日本隊 目前是移防了一些位置 運氣真的好 就是一路上都時間一點巧妙的錯過 我們日本隊防守 還是被看到了 還是被收下 果然是有 日本隊這邊逆勢拿下一分 現在是5比4 對 怎麼逃都逃不出我的五指山啊 對 好 我們這個 日本隊跟DBA的戰況 沒想到會這麼的激烈 對 打的真的是 每張球都這麼拉絕 其實比分很少超過兩分 是 好 日本隊戰士 先一分 他只有比賽是 以首方的姿態來到47A離位 這個47A離位 真的是非常刁戰非常難打 其實酒窖這邊 如果你想要做補槍的話 其實對47A離位來說 有點像串燒的感覺 是 加卡 回到二彈點 二彈點就由他跟2號的Dak Yopi來防守 一開始可以看到 Dak Yopi總是會用一些前驅的動作 最後再回到酒窖防守 可是這一局好像不大一樣 對 但前面幾局都是想在 也就是先探到第一時間的情報 因為他照我們這種最後手的話 如果對方一波壓起來 沒有第一時間殲滅掉 會非常難打 是 在人數上面 目前都沒有人有傷亡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日本隊採取的是一個 比較變化型的後手 紅防是放了三個人 我覺得放三個人的話呢 就特別危險 因為這底線的部分 一被切的話 二彈點人數是不夠手下的 這顆咧 這顆咧 沒有丟好 還好這最後造成傷亡 哇 這個爆頭 價值連城 對 沒錯 這顆一突到突入嘛 哇 結果Shaka還是穩穩的收下來了 近距離的一個狙擊發揮 看一下Alton 他可能會覺得紅防到處都是人 他靠右走 想要打底下的這個B 傷害因為他架一半 所以其實在他的視角中 應該是還沒有看到Alton 對 沒錯 Alton 你覺得就是心靈不太好 你為什麼每次都讓我打殘局呢 是Alton最後要一打二 其實這難度是相當高的 對 而且C4掉在這位置 這局他應該難度也非常的高 上了樓梯之後 應該是還可以活一陣子 因為我們的日本隊員 是守在了別的位置 上樓梯就不一定了 因為二樓很多窗戶 其實是蠻好 蠻有機會打到一樓的人 對 但是具體槍在這種 都是近距離轉角的位置 真的感覺很可怕 對 沒錯 而且我們的Shaka很聰明 直接退出了就是一樓的位置 現在最後的20秒 C4也還沒有減 而且相信這C4 是在Detonator的掌握中 對 沒錯 感覺一減C4 我們3號A 小Alton就直接出來 哇 這槍沒有拘到 很可惜 第二槍 好 有我們的日本隊 再拿下一分 哇 在獵物行中 看起來要被逆轉了 對 真是要被逆轉了 後面幾局 這進攻上面都有點魯莽 而且感覺 落邊的Alton 參與的程度不太高啊 是的 或者是說他想要參與 真的是隊員 隊友們直接溝通 有問題 直接不理你就上去了 好 我們再回到戰場上 現在我們TBA要怎麼進攻呢 看起來是全部聚集在旅館級一點 要直接來打一波嗎 可能2點打太多 的確是該換換口味打到1點了 不然這個防守 如果都一直偏2的話 其實再打2也是很難打 小潔剛剛丟了這顆雷 不過他那個位置看起來 平常比較少人會站在那個位置 對 沒錯 其實我覺得這波非常有機會 因為我們都知道 紅防後手的話 以前是怕底線會有人拘你 所以煙霧要特別多下 但是這一次 紅防放了三個 你只要把煙霧都塞滿在紅防的話 這防守幫他回防是很困難的 分兵兩路 C4看來是在1點 這應該TBA想要打一個假攻喔 這個假攻不知道怎麼承認 我覺得如果想打2弄假攻的話 感覺就放棄了 剛剛我覺得其實打2弄假攻 是個蠻不錯的選擇 尤其是在這種 他們後手分割戰場的情況下 結果他們再度回到旅館 要打一個最經典的旅館跟1T 夾1點的戰術 對面下來 感覺要一波出去囉 並沒有遇到很小 現在直接走出紅防 就讓阿倫來阿倫一起擊殺TBA的隊員 TBA的 第二張地圖怎麼就要倒在這裡了嗎 但是5號小溪繞到屁股 這非常關鍵的2號 大的UP 擋住他的長UP GO OP 阿哥差一點點 日本隊是阿夏的第二張地圖獵狐行動 真的相當的可惜啊 TBA 對 兩隊打得非常拉鋸喔 真的是兩隻非常相像隊伍 連打的分數都非常的相近喔 對 很可惜 那日本隊這裡 現在跟我們的台灣是贊成了1比1 他們的決勝局還要到第三張地圖雙重火網